調整一下 這樣你知道喔 知道喔 好 來我們進入第48條 48條喔 來這個時代力量 你那個方偉你要不要先說明一下 就有關於職務法庭啊 在整個案件設計上面 我們大概有一些 基本上面的堅持啊 跟原則 前面 因為 我們希望能夠再求取 裁判的正確性 跟不要拖延案件 兩者之間 取得某一個平衡點 因為現在有很多案子啊 拖太久了 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很生氣 結果過了幾年以後 大家才發現說這個案子根本 連懲戒決定都還沒有做出來 不曉得 基於某種神秘的因素 放在券中裡面睡一著了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前面已經有配套 說可以直接從評鑑委員會到職務法庭 中間不會再經過監察會那邊 少了一關的障礙 所以就職務法庭的這個部分啊 把它設計成兩個審計 這個原則上的方向 我們是認同的 好 那在這個原則的大架構下面 現在就出現了一個重點 那個重點就是說 那個重點就是說 就第一個 第一審的職務法庭 它實際上面的組成 那應該要如何來加以組成的問題 那目前司法院 他們的版本啊 是採取3加2的方式 也就是職業法官3個人 參審員2個人 那實在地讓黨團認為 我們在職務法庭上面 應該要強化外部的參與 我們主張的是3加4 就職業法官3個人 那外部4個人 那這個版本啊 的訴求 跟我自己當初 在幫忙寫法案的時候 2011年的時候 基本上面的主張啊 是一致的 那這個是比較核心啊 我們針對48條啊 的部分 那所謂的修正動議 好 那 這個 民進黨黨團這邊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 這個 這個先把差一點先講出來 他們的差一點就是人數啦 人啦 3比2 3比4的問題嘛 對 那另外您選 這個 這個2要怎麼來的嘛 這個要從6個人嘛 6個人送給 6個人去挑嘛 那這樣是4 8個人去挑嘛 然後 最後就是 最後一項嘛 不得擔任 擔任的問題齁 我們是理事長 排除掉 那實際上是 副理事長 常務理事民俗長 副理事民俗長 全部排除掉 就大概是差這樣 重點應該是比較 在第一項吧 這個 3比2和3比4的問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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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 那個秘書長 你們 覺得呢 我們還是認為這樣的一個 從評鑑委員會齁 增加當事人 還有被害人可以來申請 然後增加評鑑委員兩個 社會公正人士 這基本上就很大幅的翻轉啊 那加上職務法庭 由現在的 全部都是職業法官 我們加上一審 加上兩位 學者專家 我覺得 這個已經是非常非常大幅的改變齁 非常非常大改變 我們應該 有理想 但是還要兼顧務實的觀點來看啊 那這樣來做 開口已經變很大了 然後審判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已經有 相當程度的放寬啊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說 一審的部分呢 還是3比2 就三位職業法官 加上兩位專家 這個在其他公務員體系都不是這樣的 法官 為了特別強調對法官的淘汰 我們已經納入兩個非職業法官了 已經是 在外國 尤其在大陸法系的國家 幾乎是沒有見過的 阿爾當 能不能接受 我先 姑且不論齁 就是我們之前 跟司法院在爭執啊 所謂陪審跟參審 兩者之間 的差異 以及我們所各自選舉的路徑 那我也 司法院要叫你們現在 在推的那個制度 你要叫參審制 公民法官制 裁判員制 名詞不重要 你們現在司法院在推的制度 我也搞不清楚你們現在發展到什麼階段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職業法官幾個人 參審員或是國民法官幾個人 這個在目前司法院推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 是職業法官三位 國民六位 為什麼國民要比較多 這個很簡單喔 因為在刑事審判處理的是 國民在日常生活當中 的犯罪行為 所生的糾紛 所以 要利用的是 國民的生活經驗 這個跟職務法庭 或者是法官評鑑委員會 是在追究法官違法私職的責任 重在他專業倫理的違反 是非常不同的 非常不同的 所以 在國民參審裡面 因為重在解決國民 因為犯罪者 都是國民 國民的生活經驗 借重他們的生活經驗來決定 到底有沒有犯罪行為 這個跟職業倫理的違背 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在 尤其跟我們同樣大陸法系的國家 關於法官的懲戒 甚至於美國部分的國家 法官的懲戒 的懲戒法庭 都是法官 法官懲戒法官 那我們這裡 因為各方 對於法官的淘汰 要求非常的強烈 那我們示範願意 開這樣的一個門 那但是呢 希望職業法官能夠多於專家 那專家重點 就是提供專業知識 這個在採一般 刑事參審案件的德國 他們基本上 也都是採這樣的方式 特別報告 好 來 第一個 就是說 剛剛 呂秘書長 做的那種類型化切分 的方式 其實不是真正 所謂在 國民參與審判 刑事案件的脈絡當中 為什麼平民會 比法官多的原因 以前 所謂的參審制 其實以前所謂的參審制 它的原型發展出來的就是 因為職業法官的意見 太強烈了 強烈到旁邊那兩個參審員 是花瓶 那這個不是我隨便講的啦 人家累積出來的研究 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而且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日本 後來再去發展他們自己獨特的裁判員制度的時候 那第一個的要素就是 平民的人數一定 要遠遠大於職業法官的人數 去處理這樣的問題 那其實 這個理由 也不新鮮啦 司法院自己過去 寫過的一些縮帖 包括 調院辦事的法官 寫的一些研究報告 裡面 寫的非常的多 我就不用再服務術了 好 那現在 大家在職務法庭裡面 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大家關心的事情 我們打開天窗說兩話 就是關關相戶 就是關關相戶 那你說要有外部參與 那我就直接的問題是 那你參與進來的人 是 來當花瓶的 還是他的實力可以改變 本來我們可能對於關關相戶的疑慮跟傾向 在這件事情上面 司法院認為是 他們要用3加2 覺得夠了 那我就清楚的講 我們的政策立場 不一樣 我們的政策立場 不一樣 那第二個部分 你說啊 這個也不是說什麼 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啦 然後涉及到什麼 專業倫理啊 的認定 我對於這樣子的說法 事實上我自己是冒一個很大的問號 因為我對我們職務法庭的判決 那些所謂的法官他自己對於所謂的專業倫理跟界限 還有社會對於法官期待的行為奮計 跟合法性的界限在哪裡 他們所採的標準 我才是充滿了高度的困惑 我才是充滿了高度的困惑 不知道你們的標準在什麼地方 那今天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那最起碼外部什麼 最起碼外部來的 你也是去領選社會 學者跟社會公正人士 這個不是用 用抽的耶 那不是說全國的電話名部找來 大家在那裡找我 到底抽到誰 那個設信性非常的高 來的人到底懂不懂 聊不聊 那是不是能夠反映社會的期待 跟良心 大家沒有辦法去確定嗎 那可是這裡的不一樣 這裡的我再講的更直接一點 你已經是從一群 你覺得你有信心的人身上 去抓 也對啦 去抓那個所謂社會公正人士跟學者出來 然後你一方面去告訴社會說 你看我們挑的都是學者 社會公正人士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跟社會說 這些人其實不是很懂 所以不要給他太多過半 這個是什麼論理 我要聽不懂 總是要處理 總是要處理 各黨團的意見怎麼樣 民進黨黨團 堅不堅持你們的修正版本 我們是維持我們 好那就保留啦 好 因為我們 那48條之二 48條之二 是時代力量黨團的修正條文 那 來那個 國昌委員 來 對我剛剛有講 就是我們對於審級制度 認為多一個審級 那在概念上面好像比較有程序保障 但是我必須要講 內行的就知道 那個是設計到的是說 你的室友怎麼界定 跟在審制度 彼此之間的接軌 是什麼 那要不然的話 你只是把本來現在的在審 變成所謂的第二審 那實際上面沒有什麼動 好 但是 你要多增加一個審級 這件事情 我們也反對 但是 關鍵是什麼 關鍵就是 就裡面 我們應該對於第二審 如果我們有限制 在上述上面 我們要審查的界限跟範圍 基本上就是處理法律問題的話 就不要拖太久 三個月之內把它結束掉 審查會 審查會有通過條文啊 那個 那個誰 審查會有通過條文啊 現在 時代力量 是希望職務法庭 在第二審的案件 在三個月內審結 都這麼一段啊 簡單講啦 啊你們覺得呢 三個月 不夠 不然要多久 六個月 好 那六個月可不可以接受 在五十九之五 蛤 五十九之五 五十九之五 但是現在 我現在是在處理 四十八之二啊 五十九之五 沒有 那個條序不一樣 我們也認為二審 六個月來處理 但是審查會有通過呢 我們知道去有通過嗎 一樣嗎 五十九之五 六 已經修改過了 五十 我看一下 三十四月 三十四月 大家看一下三十四月 三十四月 大家看一下三十四月 三十四月 三十四月 五十九條之五 植物圖 欸 你們 喔 換的位置 不一樣 第二 你們有六個月嗎 第一項 這件事情的時候 第二審 只有法律審 只有處理法律問題啦 所以我才不希望說 整個懲戒的程序 現在加了一個審計了以後 然後反而變成另外一個拖延的關卡 現在光一個審計齁 就拖很嚴重了 就拖得非常嚴重了 那以後再多一個審計 你們是現實上面一定需要六個月 三個月做不來是嗎 那個說實在因為 雖然是植物案件啦 但涉及到的問題也非常複雜啦 非常複雜 那加上我們現在的制度 其實這個法官 植物法庭的法官 尤其一審齁 開始他並不是說完全都在同一個機構裡面 他有些時候在其他法院組成的 那還要討論等等 我覺得六個月呢 在現在我們處理快速案件裡面 大概六個月應該是合理的 好啦就六個月啦 好不好 我們就在五十九條七 你六個月 就六個月啦 可以提早也沒有關係 六個月內嘛 六個月 因為他這個植物法庭是任務型 就是哪邊來的法官 幾個法官 OK好啦 好好 沒有沒有這個沒有問題啦 好 那我們四十八條 四十八條之二齁齁 我們就照五十九條之五 剛才是五十條之五啦齁通過 所以四十八條之五我們就測案啦 就照審查會啦 照審查會條文啦齁 五十條 好 就照審查會條文啦齁 四十八條之二照審查會條文通過齁 來 我們現在進入